美猪将于明年的1月进口台湾 加上台湾频频传出食安问题 不免让家长担心 价格低廉又含有瘦肉精的猪肉 是否会混入学校的营养午餐 议员郭建盟在教育部门质询时 呼吁市府除了要加强把关之外 更举出了四项的把关机制 希望能够协助将含有瘦肉精的猪肉 严格防堵在校园之外 一条线是含瘦肉精 这个是美牛 这个是台湾猪两条线合格 这个是美牛 但是这个美牛上面有贴SGS保证 绝无瘦肉精 现场示范瘦肉精快筛试剂 为了防堵含有瘦肉精的美猪美牛进校园 高市议员郭建盟特别在议会质询时 要求教育局建立国产肉品合约 全民吹哨 快筛检验 以及食安查官机制 四道层层把关 让孩童们以及家长 可以对于校园的营养午餐放一百万个薪 我们大概还有三四个月的时间 局长这三个月我请你 赶快紧急去采购一些高性能的快筛试剂 在现在还没有美猪进口的时候 让几个学校尝试去试用 尝试它的准确性 它的阳性跟伪阳性 明年1月美国含有瘦肉精的猪肉 将要进口台湾 让家长们不免担心 许多加工肉品会不会标示不实 让餐杂瘦肉精的肉品 借由营养午餐被孩童们吃下肚 议员郭建盟希望高文市教育局 能够加强把关 特别是快筛试剂 每天只要花10分钟 而且一片不到50元 这些都是台湾上市公司做的东西 还是我们中研院出来合作的 这些东西价格你跟它算50块 大量采购一定会更便宜 那如果这个试剂准确率可以相信的话 我想我们值得去往这个方向去研究去办理 虽然快筛试剂目前能有准确性的问题 但是相较于仅用法律来规范 还是能够更为加强目前慈安的漏洞 议员郭建盟也建议以多管齐下的方式 为学童们的校园食品安全严格把关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